您好,欢迎来到爱尔敦的频道 今天带给您一篇文章 略是变优势 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左臂 但是他很想学柔道 最终小男孩以为日本柔道大师为师 开始学习柔道 他学得不错 可是练了三个月 师父只教了一招 小男孩有点弄不搞不懂 他终于忍不住问师父 我是不是应该再学学其他的招数 师父回答说不错 你的确只会一招 但你只需懂得这一招就够了 小男孩并不是很明白 但他很相信师父 于是就继续照着练了下去 几个月后 师父第一次带小男孩去参加比赛 小男孩自己都没有想到 居然轻轻松松的赢了前两轮 第三轮 萧萧有点困难 但对手还是很快的就变得有些急躁 连连进攻 小男孩敏捷的施展出自己那仅有的一招又赢了 就这样 小男孩迷迷等等的进入了决赛 决赛的对手比小男孩高大强壮曲波 也似乎更有经验 一度小男孩显得有点招架不住 裁判担心小男孩会受伤 就叫了暂停 还打算就此终止比赛 然而师父不答应坚持说继续下去 比赛重新开始后 对手放松了戒备 小男孩立即使出那一招 马上制服了对手 由此赢了比赛得了冠军 回家的路上 小男孩和师父一起 回顾每一场比赛的每一个细节 小男孩鼓起勇气 道出了心里的疑问 师父 我怎么就凭一招就赢了冠军 师父答了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你几乎完全掌握了龙道中最难的一招 第二 就是我所知的 对付这一招唯一的办法是 对手抓住你的主臂 所以小男孩最大的劣势变成了他最大的优势 只要懂得阳长必短就有劣势可以 再聪明明些的话也可以把劣势变成了优点或优势 给心灵洗个澡 今天的举发是人的劣势未必就是优势 人的优势未必是个劣势 有时候反而成为了优势 只等待你去发现跟发觉 并不停地训练自己 把自己做得更美好 不是吗 谢谢